你老婆当什么 公主 我永远看见她就感觉她在那个城堡下来的样子 你太浪漫了 对于王祖兰和李亚男 相信很多人第一感觉就是不般配 因为李亚男身高175 王祖兰却只有161.5 整整相差了13.5厘米 当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被看好 然而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人一直很好 众所周知王祖兰生来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之前她在台上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夸张的表演 而且王祖兰不高 在娱乐圈的颜值也不算太帅 因此当与李亚男的关系被曝光时 大多数人都感到很惊讶 原因很简单 模特出身的李亚男 天生就是一个行走的衣架子 从颜值上来说 她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女 更重要的是李亚男的身高 轻松碾压了男友王祖兰 但是面对真爱 年龄和性别都不是问题 更何况是几厘米的身高 于是两个人一如既往的甜蜜走近了婚姻 婚后李亚男释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让这个幸福的家庭更加完整 我女儿太 现在 鼻子很 这里很像我 为什么你那么苦恼呢 她怎么像我不好啊 我当然希望她像妈妈了 为什么要像我呀 张高很像我的 在前段时间 因为参加了一段热门的综艺节目 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围观 看过这一档综艺节目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知道 王祖兰与李亚男 两个人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Gabby 并且她不仅是一个非常聪明 可爱的小女孩 还继承了王祖兰幽默的基因 在一期节目当中 王祖兰与李亚男 正坐在客厅与女儿一起玩的时候 他们想为了斗一下女儿 李亚男便在着Gabby胸道 不准抱我老公 并且啊 说完李亚男便躺到了王祖兰的怀里 谢的Gabby标出港谱表示 要抱抱 Gabby 抱抱妈妈 不抱Gabby咯 What 她抱抱了 她抱抱了 爸爸是我的 是我的 没有 拿不手 我也要抱 而王祖兰呢 在看见母女两的举动之后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 一家三口的画面 真的是非常温馨有爱了 2015年步入婚姻殿堂的二人 快结婚七年了 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大女儿王天韵 刚满两周岁 小女儿王海静 去年12月份出生 生级四口之家的王祖兰表态不在身 并没有拼子计划 王祖兰 李亚男分工有序 男主外 女主内 李亚男负责相夫交女 如今的样貌 也越来越有夫妻相 王祖兰的两个女儿呢 一出生长得都像爸爸 大鼻头和嘴唇完美复刻 尽管如此 王祖兰并不担心 长大后的Gabby身高像妈妈 越长越漂亮 女儿Gabby呢 也和妈妈五官如出一辙 长大后一定会是个大长腿女神 妹妹出生 亲友都说长得漂亮 女大十八遍 会越变越好看的 充满正能量的家庭 往往能够教育出非常正能量的孩子 王祖兰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呀 王祖兰和李亚男在一起 虽然起初不被看好 但是两个人冲破世俗的偏见 珍惜彼此林绯闻 堪称是娱乐圈模范夫妻 事业工作双得意 王祖兰的全家福温馨有爱 家里有三个公主需要呵护 祖兰小小的身材 需要肩负大大的责任 先来试试试看